這條陽光抱持要見到魚尾獅之外 來到新加坡了 一般人眼中的新加坡 跟蔡山眼中的新加坡 當然是很大分別 我看到、吃到的東西 跟我以前的吃到、看到的東西 完全不同 我的味道是正宗的味道 最傳統的煮法 現在已經失傳了,很多失傳了 有些小藩都很老,師傅都很老 又快死了 我們這次最重要的事 就是記錄了所有最正宗的味道 等到以後的人愛學 都可以照樣去學 一個美食的紀錄片 是 而且我覺得我是最幸運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新加坡 這次有眼福有口福 能跟蔡先生吃到傳統的美食 我們這一集又不要緊 對 我們快走啦 快走啦 來到新加坡以後 我逛了一下這個街 我發現這條街有好多印度人 而且有好多印度小店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新加坡有華僑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印度人 印度人來到這裡 在這個區走腳 這裡他們的街市 巴薩 就是他們的街市 叫足腳 by sky, 足腳中心 足腳… 這裡是否有個特別的名稱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小印度 所以特別多印度人 對 這個街市不一定有很多香料 咖喱可以看看 對… 聽到了 手蚊 滾大碗? 滾大碗 滾大碗, 這個是藥斑大碗 好像是喝糖…涼茶那種 這個涼茶也有, 香港也有 這個中… 中了就放在水裡 這樣涼得很厲害… 這個就是香蕉花辣 很大的 香蕉的花辣 怎麼吃呢?做沙律嗎? 香蕉花, 做沙律 好, 香蕉花辣 好, 香蕉花辣 你看 對…這些我們記得 記得我們在越南見過 對 這個有沒有見過 這是什麼呢? 大竹筍 這是香蕉的芯 拿了以後香蕉就沒有了 這樣煮咖喱, 像筍一樣吃 有些像香蕉的 對 一拿出來, 咖喱的樹就死了 好, 這些菜都沒見過 對, 是什麼呢?真的不知道 我們好像有一個大阪的豆角 不然有硬的 這個叫鼓棒 奏式, 打鼓棒 是嗎? 很硬的 這個很硬的 但有什麼用的呢? 芝咖喱 切了它, 像豆角一樣 這個用來打人也不錯 好像花椒筆打 對 蔡先生, 新加坡也有很多海鮮 各式各樣 進口就多了… 這個見過了嗎?這個見過了 對, 那個粒木魚是嗎? 粒木魚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牛奶魚 這個名字很可愛 這麼多的魚頭 我看一看, 太多了 這個大魚頭 很大的 大魚頭, 這個就是咖喱魚頭 新加坡的美食 對 很漂亮 鯊魚 鯊魚 我看錯了 真的是一條鯊魚 很厲害 鯊魚整條 鯊魚, 很奇怪 你拿去炸了以後 這裡後面只有一根骨 在中間 我還沒看過鯊魚 你不要 很沙, 所以叫做鯊魚 整條怎麼吃? 整條炸, 煮鹹菜 對, 因為很腥 原來很重 很重 先介紹我的好朋友, 叫李蓮 他是新加坡的音樂 也是歌手 謝謝, 謝謝蔡先生 今天請他來 是, 我們一起先吃的魚頭 待會再請其他美女在那邊吃 這個…印度人的魚頭 在新加坡, 你一定要嘗嘗印度人的魚頭 因為它的香味不一樣 我是潮州人 不過既然是香港節目 我就嘗嘗廣東話 我也是潮州人 對 對 我也是勝菜 對 好, 因為這個是傳統 因為傳統沒有這個碟 就鋪一張香蕉葉 這樣就一二三, 用手 對 用手的時候就不用怕 因為印度人覺得用手吃東西 真的特別特別香, 特別特別香 我們試試看 把它抓緊 抓緊, 用這隻手指這樣彈 好香 很透亮, 沒關係 這個很入味 是好吃 但是呢, 因為這個… 好吃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 華人、中國人很多地方 所以他把其他地方的菜 全部變化… 他們也有煮咖喱魚頭 這個呢, 我到印度去 沒有這個味道 在新加坡有新加坡的 咖喱魚頭 是 所以這是真正的新加坡菜 這是印度人 學了回來新加坡做 做了以後 新加坡又是學習中國人做 很奇怪, 食物可以變化 這些牛椒和他的… 是為什麼要做到外面 還有生養的 很多人都師父 做到外面 野養的 很像一點 可以做到外面 包括毒, 而且有很多東西 裡面已經要做 都不是氣味 也會做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做到外面 那會會做它 所以我用來做 如果我們有多點燥 裡面有香蘭葉, 薑, 蒸好這麼多魚頭 蒸好之後再進去咖喱裡煮 十分鐘就熟了 這些全部靠經驗, 沒得說 總之煮幾次, 失敗幾次就會成功 這個魚頭是非常好吃的魚頭 你們中間, 你打開這裡 然後裡面, 不能是那些魚 對, 我們中國人都很流行吃魚頭 對, 這些羊角豆, 宿女的手指 吸收所有咖喱汁 你吃下去就一粒一粒 這樣熬煮…補著魚子醬 咖喱汁很好 真厲害 嘗嘗嘗 咖喱芋頭在新加坡 是讓我們新加坡人 又愛又恨的一道菜 因為我們愛咖喱芋頭 給我們帶來那種口感的刺激 很香、很辣 可是很…因為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饅頭大汗, 因為很辣 不過我自己有點小小的變態 我喜歡滿口滿口的這個咖喱 先聞一下, 品嘗一下, 然後呢… 這樣子的吃法是非常享受的 你可以接受 不是想像中這麼辣的 好美 好美 如果你開始覺得很辣 就可以配上這個酸干汁 一般在新加坡吃咖喱魚頭的時候 我們都會配上酸干汁 因為酸干汁比較酸 而且涼涼的、冷涼的 可以讓這個辣 酸甘汁可以解辣 喝了之後繼續享用 繼續刺激自己的口感 好, 繼續吃 在新加坡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熟食中心 位於市中心的老巴薩 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蔡先生最喜歡去的熟食中心 又在哪裡呢? 蔡先生, 有一個帶我們來找好東西吃的 為什麼來到住宅區? 這裡是最舊的公正古屋 有十層樓的時候 十層樓已經過得很高 因為這裡是古老村屋 所以這個小板中心 都是那些古老人一字傳下來 最有代表性, 最傳統的 不, 他們的味道都保持下來 現在的味道都改變了 但是這幾個老朋友 吃了幾十年 那些味道我有保證 只有懂吃的人 才能帶我們找到這種地方, 對不對? 對… 試試試看… 好…我們快點來試試看 這是用豬油 這些, 放大把蒜蓉 放芽菜 果條就是河粉 麵, 這個叫做果條麵 這是一碟的飯糧, 加點水 加點生抽, 燒它一碟 放魚片, 放臘腸片 這個最重要, 放大把鮮的絲坎 絲坎太早下又不行, 太遲下又不行 打個雞蛋 一碟, 放點辣椒 這個黑豉油 甜的 好了, 已經大功告成了 一碟香噴噴的炒果條 這碟是最正宗, 最好吃的 新加坡的熟食中心 可以說是美食集中地 這天蔡先生就帶我們去吃肉燒 這碟香噴噴, 太遲了 這個很棒, 太遲了 好, 來… 幾十年, 老朋友 來… 插飯也知道嗎? 來… 好, 這個是蝦糕 這是檳城的蝦糕 這是辣椒… 這是花生 花生,我們去廣東話 說得好,好 這是糖,這是阿心水 阿心水 阿心是一個…我看不像的 這是… 千金皮 千金叫做卡拉麥仙 是一種跟檸檬不同的東西 姜… 姜… 姜花,對不起,藍姜的花 很漂亮…姜花 有這個…沒有這隻東西就不好吃了 好,這個現在嘗嘗黃瓜 好 這是沙角 沙角,對,沙角…就是這些 我們香港也有的,這些東西 好,這個菠蘿 菠蘿,這些都是香港有的 好,放了之後呢 這是芒果 芒果,青芒 有那些很硬的,青芒,連皮都放了 還有呢? 還有海芝 海芝皮,海芝,這個很重要的 這些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老闆說的 好,這是豆腐了 豆腐 油炸 這是油炸鬼 好,油炸鬼 這是芒菜,半生熟的 芒菜 好,我喜歡加些皮蛋 好… 好,我喜歡加一顆皮蛋 開始了,可以炒了 我們再攪一攪 這個,可以了 這樣我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花生粉,海香菇 大功夠食 這個就是蘭洋的沙律 蘭洋的沙律 放一些醬那麼辣 把那些蔬菜、水果撈在一起 但是這個豆腐在大陸 都吃不到 來,都吃不完 來,先吃一口 它鹹鹹的、甜甜的、酸酸的 很野味 我剛剛看的那個拌的過程 看起來其實很簡單 但是這個過程拿捏的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份量是很主要的,而且很難的 真的希望這些好朋友… 但怎樣知道… 保留… 好保食 就是看它的做法 還是看它的材料 你應該看它的醬汁,是不是 最主要的是… 那些花生蓉得多多 那些蝦糕多多 這些都是含有經驗的 很多美麗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的過程 其實很難拿捏的 很難抓得住 我想要做得好 真的靠經驗,學生物的 對… 所以這位師傅做了這麼多年之下 就有一套動門秘方 對 對 新加坡有很多滑橋 在大陸來的,不同區就不同人 這裡以前是海南區來的 我應該最出名吃海南雞飯 對 但不知道以後有什麼區別 我教你 好,我們去看看 好… 海南雞飯 就是這間了 外表很露自豪 對 我去看一下 海南雞飯的製作過程 先熬一鍋湯 這鍋湯裡面有薑、鹽 然後把雞肉洗乾淨以後 就下去熬 一熬就熬45分鐘 我們熬完45分鐘以後 就爐上來了 上來以後,很重要的是 雞油和鹽就塗上去 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拿雞一上來 如果隔了以後 它就不能上這些油 上不了這些油 這隻雞就不會亮 不要太少這鍋湯 這鍋湯就是用來熬飯 上高拿湯汁來熬飯 還有這個湯可以放椰菜 放冬菜進去,就是我們的湯 所以這鍋湯很有用 不用特別做另一種湯 好了,我們煮飯了 先讓紅乾蔥切碎後,就煎 用雞油來煎 煎至焦,有一點焦 這鍋是很重要的事 另外這鍋就是雞油 我們就開始煮飯了 用雞湯 好,放些紅蔥和雞油 好,15分鐘以後就行了 已經成熬了,整鍋飯 這個一粒一粒,每一粒米發光 這個就是真的海南雞飯 新加坡有很多海南雞飯 去海南島就吃不到海南雞飯 就是新加坡 一定來新加坡才吃得到的 對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一間的 像四川的丹丹麵,每一間都不同 每一間都不同 但是我最喜歡來這間 那個雞,有雞油,都剛剛好 這個雞,你說好吃,打包回去吧 包得密密實實,雞就壞掉了 臭了 不行的,不可以的 所以不可以打包了 不可以打包了 不可以打包了,對 吃雞的時候就有雞的內臟 跟著一起的 對 加上一個湯 這個湯就是把雞骨灑的時候 把所有的精華在一起 這樣煮椰菜、冬菜就可以了 用雞油來煮飯了 煮得很香,一粒一粒,黃色的 最重要的是精神,就是這個豉油 這個叫海南人的豉油,結韜的 對 結韜的,結韜也不出 這個豉油,很多香港人買的 連這個豉油都比普通老抽 真的不行 全都不行 這個最基礎的東西都還沒做到 對,黑豉油 黑豉油 這個有甜甜的,放在飯裡 在這裡不用送雞都可以吃 很好吃 我最喜歡吃這個豉油 還有薑肉和牛肉 是 這個薑一樣一定會愛的 這個薑一樣是磨了 還有一個秘訣,加上雞油在裡面 這個特別美味 這個特別美味 這個很不一樣的味道 是 這個就是非常完美的一餐 這裡的燒肉也做得好 其他幾道菜也做得好 但是我們的主角是雞飯 這個我介紹一間 因為我喜歡這間,我就說這間 大家來這裡吃吧 是的 這間真的最傳統,一定要嘗嘗 最傳統的,嘗嘗 好 蔡先生,這裡的三果 好像超級市場一樣,一包一包 一包都很漂亮 但是你們這樣看,新加坡的水果 不是很有特色的食物,因為多數是盡口 所以多數我們看過 自己古生有什麼特別 本身以前有的,但是都找到了 以前我家裡也有留年事 對 但是有好多水果是我們那邊買不到的 也是吃不到的 不過多數也有很多是從大陸來的 對 只有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不是有… 對,像番石樓的味道 對 番石樓,我們有… 是番石樓 但是番石樓的樣子,像南瓜一樣 對 不是這樣 對 對,好像像辣椒一樣 對 對,好像紫典仔的… 燈籠椒 燈籠椒一樣 對 對,像燈籠椒 這個特色是沒有核的 就是不同的 完全沒有核的 沒有核的 對 沒有核的 是否像白駡,即是台灣 就是白駡,就是白駡 是白駡,在番石樓就是白駡 所以主要可以炒進去嗎 主要不炒進去 主要不炒進去 所以要加鮮梅粉 對,鮮梅粉 對 真的一顆核都沒有 對 有不同 摺脂… 摺脂生出來,所以不用種子 也是新加坡特產 對 這個也是有進口的 進口 但沒見過這樣嗎? 沒見過,我也沒見過 可以試一下 這個很神奇 對,可以試一下 這個就是番石樓,對嗎? 這個就是番鬼佬荔枝 番鬼佬荔枝,對 這些應該都是澳洲 對 超巨碼 這個你選的時候 這些皮好像一片一坨 這些就最不好吃了 要選一顆粒粒的? 選一顆一顆分明的 有點像榴槤的果子 對 有一個分明,你熟的時候 打開來就可以拿一片這樣吃 掉下去,拿一片吃掉下去 所以說越多就代表裡面越多 都是一個就裡面一顆核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花豆 紅色都在嗎? 是花豆,花豆就是… 真的像花花那麼漂亮 對 剝出來就是這樣 就這樣炒來吃 不是這個,是煲湯 煲湯 這個是黃香蕉,這個是綠香蕉 有橙色 紅香蕉 但現在全部都可以就這樣吃 是,不如我們煮這個香蕉吧 好…我知道新加坡人很流行吃香蕉 所以小吃都是香蕉來做 對… 我們幫你去看看 好 很可愛,很可愛,很像香蕉 我都覺得甜甜來了 我小時候都以為是香蕉就香蕉 這樣吃 這樣原來可以炸的 而且炸的發粉很多,這樣很… 對,而且不好炸 對 這樣很融化… 炸斷 炸斷要用很熱很熱的油 因為炸最熟的 炸最熟的 炸最熟的 其實這些湯,多數以前是馬來人做的 但現在都由中國人來接受 我們中國人將會發陽光帶下去 對 我們要一盤 好吃嗎? 馬上吃 很新鮮 很新鮮,很新鮮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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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要決定用香蕉來做食材 很難… 既然你出牌,我們也要煮了 照顧挑戰吧 好,要先煮香蕉 好了,今天我們煮香蕉了 好,今天我們煮香蕉了 美西,你煮什麼香蕉? 是做一個北方的做法,拔絲香蕉 拔絲香蕉 拔絲香蕉 對,難度其實還是滿高的 很難的 對,很棒 我發覺自己每次都是煮中菜 所以今天有點創新 想做一個法式的版本 法式甜品,法式粿 好,我們開始了 好 好 好 我首先要混合漿 因為漿有麵粉、雞蛋、牛奶和牛油 混合了就做這個漿了 好了,美西,你開始 好,其實我跟楊小姐比起來 我的材料比較簡單 好… 要求確實… 這個炒條比較簡單 這個裡面有什麼東西?沒有 好,打蛋 這個要取蛋清 好,取蛋清,好 好 好 我們放一點點牛油 我們這個牛油 要確實它溶到剛剛好 但不可以焦 然後就可以加那個漿了 好 這個攪蛋 把它攪成像奶油那種 好 好,攪拌得像奶油那樣 就是有點炒 對 然後再加生粉 然後我就把… 加些生粉 對,然後把生粉 裹在香蕉的外面 然後炸 好,用生粉包著香蕉就可以炸 對,但是看起來是很簡單的 然後我們要炸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盡量把這個香蕉夾成圓球的形狀 就像泡芋那種感覺 首先把香蕉鋪底 對,然後在上面加少許紅豆 然後加少許紅豆 我們就加少許奶油 那些香蕉呢 只要正一刀,反一刀 以便炸的時候 這個香蕉塊均勻一點 不用太多了 好,這樣就剛剛好了 我們要做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放這個… 泡芋粉 我們在上面這樣灑一灑 好了,那我這個大功就成了 就像我泡芙的原理一樣 好像泡芙那樣的 好 好 好 現在最關鍵的一步開始了 就是熬糖 之後就變成這樣的糖漿 對,我們知道熬糖 黃色的時候就可以 一個紅色就可以 雖然熬這麼多 但是其實用不了這麼多 對,其實不用這麼多 對,而且這個吃的時候 一定要是在焦完糖以後 用涼水… 蘸涼水吃 好了 大哥好吃 好了,一二三試試 大家試… 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試試看 很好吃 怎麼樣? 我覺得甜度剛剛好 這個八角做法很好吃 很像樣子 真的好吃嗎? 好吃,你試試看 對,麥香很好,來試試看 你過來 好香 好香 很好吃 好好吃 怎麼樣 你讓這樣很著急 你覺得很重要 不會吧 加分 謝謝… 多嘗嘗你這個法式薄餅 我喜歡吃裡面的紅豆 加上巧克力 我最喜歡 我好吃 好 這個他們先用所謂的家庭秘方 包成一包 這樣下去煮一個上湯 其他就是蝦米 這個…有些辣椒 這樣就是煮這個椰漿 椰漿 最重要就是不可以煮的 這個是秘訣 這樣最後加點花奶 有些人不加花奶 有些人加 那就是勒沙湯 但是上桌之前 我加一湯 是這些叫勒沙葉 勒沙葉 就是在街市買得到的 這個就是把勒沙的味道 全部吊出來 這個是新加坡式的 馬來亞式的就是分城式 有很多蝦糕 顏色好像比較紅 黑… 對, 深色很多, 這個是前色 湯底真的很鮮 椰子味道剛剛好 一定有些絲腹在裡面 還有新鮮蝦肉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吃了 不可以叫自己做湯 對, 香港好多食品裡 都有這個東西 不是, 我們吃的這樣剛剛好 都有 我們吃過一樣有的 不是一樣都有 而且他們主要用海鮮的時候 可能香港人喜歡魷魚、青口 他們就會用蝦和絲腹 沒錯 很鮮明 很鮮明 記得, 放很多油 先放雞蛋 隨隨他喜歡 炒了蛋以後 放很多芽菜、很多麵 湯就是蝦 一天我用很多大蝦 用蝦去熬出來的蝦頭 蝦皮熬出來 最重要是麵 我用湯來烏 烏至湯汁全部入面 才行 裝上一碟一碟是備用的 待會再拿下來炒 加蒜蓉 現在很香 再加兩碟, 再炒 加魷魚、加蝦、加韭菜 再加蝦湯 這個 好, 是我的, 拿來 好, 太大了 好,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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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時候 可以放些加拉麵 這裡的吉仔 豉油 辣椒 這是福建麵嗎 因為它炒的是福建人 特地叫福建麵 其實在福建吃不到的 吃不到 這是南洋麵 這是福建麵 味道也很好 確實像你說那樣, 看起來很油 但吃起來是不油的 果然是很有特色的福建麵 很好吃 因為有豬油渣 所以這隻外狗 分量十足 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原汁原味 從汕頭到新南海 最喜歡的還是豬油 吃海鮮 東海岸海鮮中心 也是其中一個好去處 我們這次選擇吃蟹 這一餐簡直為我而切 對 好有趣 好, 一二三… 好, 真的 好想吃 先吃什麼 但是… 這個… 辣椒… 辣椒蟹 辣椒蟹 胡椒蟹… 辣椒蟹… 胡椒蟹, 胡椒蟹 胡椒蟹, 你好 聽你說吃胡椒蟹 很大 來… 很香, 胡椒味 這個, 黑茫茫 這個不可以斯文 一定要下手 才可以跟蟹有足夠的感情 不要不及行笑 吃這種美食 好, 所有的美食都放出來 很香, 很野味, 很滿足 好羨慕 好, 我吃這個 我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我也想吃 這個是…因為它是肉蟹 所以沒有膏 這些是斯里蘭加蟹, 很大 很棒 好, 試一試身體 酸酸甜甜的 不是很辣的 而且蟹很鮮 最適合我, 就是蟹厚 就是最開心的一頓 西加坡 是以這個辣椒蟹 覺得很自豪的一頓 接下來這個七月 在美食節 由辣椒蟹的推廣 大力推廣 黑胡椒螃蟹 果然, 您不需搧 這位師傅拿獎? 這位師傅拿獎 是 教典 所以真的酸酸甜甜 所有味道剛剛好, 蟹味… 我感覺到開始辣了 辣味開始濕透了 但是跟我們家裡煮不同 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師傅把上湯, 就是雞湯, 下鍋 下了以後, 加他們秘製的辣椒醬 他們說是用16種香料混出來的 辣椒醬我聞它, 它有花生 有辣椒油, 總之有16種 這些是他們的秘訣, 我們不用聞了 這樣就開始炒蟹了, 炒… 炒到蓋子烤到熟為止 就好了, 加生粉 生粉加完再加雞蛋 再炒完一輪, 這樣就上桌了 就這麼簡單 這位是我們香港帶來的師傅 阿寶, 阿寶, 阿寶 阿寶, 阿寶 入廚了多少年了? 你已經35年了 35年了 是的 你不會覺得是明明之中 我會安排你進去做西餐呢? 其實我最初進去做酒店 做兼職的, 做暑期工 誰知道跟那裡的人 就不太適合, 就爭執了 發生了一些打鬥的事情 是的 連笑氣成, 是的 後來剛才這麼巧 廚房就有個空缺 當時的廚房的主管也看我 喜歡你 是的 所以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轉去做廚房的部門 你做西餐這麼久 你一生人覺得 你煮了最妖武的一道菜是什麼呢? 其實每個時段都有不同的經歷 是 當我最初去做西餐 我煎牛扒 人家叫我煎半山熟牛扒 我真的煎半山熟 一半山又一半熟, 那邊是不煎的 這半熟, 這半熟 對, 一半山又一半熟 今天我們去街市看看 看看我們煮什麼, 好啊… 好啊… 好, 特漢, 第一次見過 特漢, 第一次見過 好, 我們見過 是的 我們三個決定… 先頭已經說了 決定我們煮羊肉 好 我們煮羊肉, 唯有來這個街市 這個街市是印度人區的附近 所以他帶我們來這個街市 很多羊肉 其他街市都沒有賣羊肉 有很多中國人都不吃羊肉 不會吃 師傅, 你去哪部分 蔡先生, 我要去那部分 你現在中間一條樓可以建出來 我今天做個羊樓 好… 那哪部分 我當然不會有這麼多骨頭 好像在這裡 用羊肉 骨頭 炸一塊一塊 我們做… 在這邊, 整塊整塊的 好 拿一塊去切, 一塊一塊這樣 好, 我要用餘肉 剩下的, 再給我一次就行了 好, 行 好了, 又到我們玩的時間了 這位阿漢是我們當地的大廚 這位阿寶是我們香港帶來的 這樣好了 今天你煮什麼東西? 這道菜是馬來西亞, 本地的 馬來西亞, 好, 你呢? 我們今天煮意大利式的羊樓 加一些巴馬腿和雜菜一起包 好, 這樣我是做中式的 我想開始了 我先把意大利雜菜搬去 中國式是蒜頭包 你們西式是蔥包 對, 因為太早放蒜頭會燒 好 好 待會兒你就會炒一炒肉 煎…好, 這是意大利巴馬腿 火腿, 巴馬火腿 好, 放在巴馬腿 放在巴馬腿上高, 這是火腿生 好, 再整塊羊肉, 放在上高 好, 再鋪好一點, 火腿辣 這樣 這邊要煎, 要煎我的樣子了 煎了, 好 好, 要煎我的樣子 首先, 我們要… 要把這些材料… 不用 我先把這些材料… 混合它 好 炒這個… 辣椒醬 辣椒醬 全部和它一起炒 好, 鮮頭的香料, 香味 好, 一起倒進去 椰漿 椰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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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我們讓它慢慢… 好 好, 輪到我了 羊肉 切片 少許粉 要給它醃 這些放進去 燈包換了 關火 就這麼簡單, 上桌 很香了, 可以了, 師傅 好, 不錯… 真的不錯了, 看它的樣子 好, 好, 我們再放一點 放上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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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桌 好 很香, 看到了 很香 來了… 吃了… 好, 嘗嘗… 鹹鹹的, 味道很適中 對, 而且很嫩 很嫩… 那些肉肉, 大家想像很硬 但這個用煎, 也煎得這麼軟 真的很好吃, 很成功 好, 多吃一點 好… 嘗嘗 有些花爹, 鮮椰汁 不辣的 對, 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對… 對… 桂辣的 很有羊腥味 還有香料的味道 不過沒有破損羊的味道, 真棒 好, 輪到蔡山這個 我覺得很香, 一定要嘗嘗 好 拿出來 沒有嘗過味道 這樣煮完就差不多了 就是了 這道菜就非常要爽, 我也嘗嘗 行了 我很喜歡金北環的味道 好 看得很嫩 很嫩, 很嫩 三個羊肉都是這麼嫩, 這麼滑 這麼濃, 真是成功 我喜歡吃麵, 因為這裡的麵實在是好吃 所以我們這次很多都是綿綿綿綿 這裡的麵有什麼特色 這個叫雲吞麵 跟香港的雲吞麵完全不同 是 第一, 雲吞沒有那麼多花生 就是豬肉在裡面, 比較小 一口一口 主要是湯用乾魚仔乾鹽 聞到也很香 我可以嘗嘗這個湯的味道 這個雲吞麵有兩種吃白 一種有湯, 一種是乾的 兩種是應該算是乾的, 對嗎 乾的就加湯 最主要是香港沒有的東西 就是這個青辣椒 青辣椒用水過一個 這樣浸在醋和糖裡面 浸在糖和醋裡面 所以它本身是很好吃的一種東西 它很辣嗎? 它很辣, 但也很辣 酸酸甜的, 很辣 令你再多吃一碗 這個很開胃 好, 這個蛋是這樣吃的 打開 好, 要加一點調味 就加一點調味 胡椒粉 直接在蛋上 這樣加一點雞醬油 看見都覺得惹味 這是看著醬汁 小時候我媽媽煮這個給我吃 我不肯吃了 做早餐 但是結果引我吃, 放幾滴白蘭地 我就肯吃 好好的方法 從小就喜歡餓餃 從小就是酒鬼 好, 這個蛋真是奇怪的蛋 但是很好吃的蛋 好像一口乾掉了 又是另一種吃法 我又做這個蛋 來請廚師, 看看他怎麼做 都好 來到這個煮蛋的環節 請師傅做一個蛋 來, 開始 好 這是馬拉式的 加上我們要煮馬拉式的蛋 好… 開始… 番茄 番茄, 底蔥 洋蔥 洋蔥, 辣椒 辣椒 這樣… 這三個加上一點糖和鹽 去攪拌 好, 攪拌在一起就變成這個了 好… 這個就是普通的煎蛋 待會放在上面 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少許放在上面 好 再放在上面 再放在上面 好 可以了… 好 好, 就這樣 上去, 就這麼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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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式 南洋式 東南亞式 是 來到新加坡, 算是完成我們的任務 記錄了所有即將消失的美食 拍了一個很好的美食紀錄片 對我來說, 有什麼叫海頭 人人最深刻, 當然是辣椒蟹 有機會來這裡真的要試試 沒錯, 你呢? 對我來講, 對我第一次來新加坡的人 對你來講, 我有很多印象很深刻 看什麼馬來麵, 各種炒麵 還有辣椒 對 其實數不過來, 讓我講一個最新的 最喜歡的 沒有, 我都喜歡 都喜歡, 都行… 好… 今天挺好 我們這集的節目這麼精彩 如果想重溫就可以上這個網子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是嗎? 好 再見… 我們來到新加坡已經將所有傳統的菜 做了一個總結, 做了一個紀錄 貢獻給大家, 別以為很難 煮菜不是什麼高科技 大家煮菜十次, 失敗了兩、三次 已經可以成為高手了 祝大家成功 下一集…